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本期乡土 凤山壮乡三月三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壮族聚集的省份 广西壮族有一个传统的节日 名字叫做三月三 那里的壮族同胞 每年过这个节日都是非常的隆重 为了迎接节日 单是米饭都要做出五种颜色 不仅如此 还要包粽子 在那里 粽子可不只是端午节才吃的食物 大的节日都是要包的 而且粽子的个头足足有多大 这么大 说着我都想去尝尝了 咱先不说这些 在凤山县的巴拉屯有一座猴山 这个山上大概活跃着五百多只野生猴子 这数量可是不少 据说那儿的野生猴子不但不怕人 而且还会救人 听到这么多有趣的事 您还坐得住吗 赶紧跟我们一起去凤山县 看一看 凤山县位于广西河池市境内 是一个被青山环绕的地方 主要聚居着壮族 瑶族等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一半以上 广西素有歌海之称 壮族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民歌集会 其中以农历三月初三尤为隆重 因此三月三又称歌虚或歌节 歌节是壮族民间的传统文化活动 也是青年男女进行社交的场所 壮族唱山歌据说是与一个传说相关 在唐代 壮族出了一个歌仙 名叫刘三杰 他聪明过人 经常用歌声唱出穷人的心里话 财主对他是又恨又怕 有一年的三月初三 财主趁刘三杰在山上砍柴时 派人砍断了山藤 使他坠崖身亡 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歌仙 便在刘三杰遇难这天聚会唱歌 一唱就是三天三夜 就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歌节 三月三杰在壮族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人们除了聚在一起对歌外 每个村寨每户人家都要做过节的准备 这时美丽的壮家姑娘首要大事 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她们那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因为长发对于壮族女人来说十分重要 在波新村的村口 我们碰见了谷丽和她的几个姐妹正在洗头发 原来壮族女人一直以来有留长发的习俗 所以到了三月三把长发打理漂亮 这是必须要做的 你转过来我看看你头发吧 好啊 好长呀 你身边有没有姐姐也有这么长的头发 有啊 我们班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上都有 长头发的人多不多 多 差不多每个人都是 有些长到膝盖那 最短的话到屁股那 最短的到屁股那 对 有些是腰把 小孩子都是到腰 那你妈妈是长头发吗 我妈妈 是啊 也是 有多长 我长到 也是长到膝盖那 你妈妈也长到膝盖那个地方 嗯 哦 那你见过最长的有多长啊 最长的 最长的可能长到 就是坐下的时候都拖到地上了 这么长啊 对 长发在壮族女人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长长久久 兴旺发达的寓意 更象征着长命和富贵 因为秉承着这样的信念 壮族女人续发的习俗就被世代相传下来 是用什么洗的呀 头发这么好 对 那个 头里面那个 那个长腹水 果然 美丽是天下女人永远关心的话题 几位壮族姑娘的头发让编导看了十分心动 不过 这事还真问着了 在壮族 女人的确有养发护发的秘方 到底是什么呢 在我们编导的询问下 美女古丽带着我们去了她家 去瞧瞧她们的秘方 您这是做什么呢 包粽子啊 包粽子啊 哦 一进古丽家门 就看到古丽姐姐正在为过节准备粽子 壮族有无粽不成年的说法 过年过节 粽子都是主角 包粽子要用芭蕉叶 捆粽子也必须是草绳 这样包出的粽子 个儿头才够大 味道才正宗 个儿头好大呀 是啊 因为在我们这边啊 三月三还有过年的时候 都要包这个枕头状的那个粽子 然后端午节的话 我们就会包那个三角粽 我们包这个枕头状的粽子呢 就是希望我们壮家的姑娘 然后家庭幸福啊 家庭美满这样子的 哦 这个粽子的形状 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对对 两头是平的扁的 中间是翘起来的 这个地方的话就代表的话 以后来年的话 家里面的话 比如说做生意的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就会红红火火这样子了 古丽姐姐告诉我们 他们现在包的粽子 个头只能算中等 以前他们还要包百家粽 百家粽就是村里 一家出一斤米 包好了整个村子一起吃 体积就像一个蹲下来的人一般 光煮大概要煮上三四天 现在村子里许多人都出去打工 大家伙很少一起包一个大粽子 但这种长条形状的粽子 每家每户还是少不了的 哇 我这说点太强了 大炒 包的这枕头中啊 要越大越好了 越大越好啊 好 怎么样 还不错呀 第一次学包就能包成这样子 为了图极力 壮族人认为 把粽子包得越大越丰满就越好 因此煮起来少则六七个小时 多则要一两天 正当大家享受纵香的时候 我们编导又发现了一件事情 看看 您瞧 这头发特别的黑 特别长的啊 对啊 特别特别的长 而且 很亮很亮 摸起来非常的软 这头发 这个也是用了 刚才我跟你说了 那个茶敷来洗头啊 哦 也是用了你 你说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 也是用了这个东西来洗头了 所以特别特别的长 当看到古丽姐姐 尝到膝盖下面的头发时 又让我们想起了 来到古丽家的原因 他们养发护发的秘方 到底是什么呢 古丽和姐姐抬出了一个波及 这个是什么呀 呃 这就是我们用来洗头的 那个茶敷 哦 茶敷啊 嗯 它是用什么做的 呃 在我们这边呢 种有那个茶树 那茶树有那个茶果 然后拿去炸过油之后呢 剩下的那个渣 就是这个茶敷了 嗯 怪不得有点油的味道 嗯 有一股那个淡淡的 清香的那茶油味 哦 嗯 原来 这些棕黄色的碎渣 是山茶树的果实 炸出茶油后剩下的果渣 当地人称茶夫 也叫茶枯或茶子饼 山茶树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高级油料树种 凤山县栽种山茶树 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漫山遍野都是山茶林 每年十月份是茶油果成熟的季节 也是人们炸油的时节 山茶果经过烘干 碾碎 加热等工序 再加上外力的挤压 茶果里的油就被炸了出来 这便是人们现在吃到的茶油 而对于凤山的人们来说 山茶果的用途不仅仅是实用 它的全身都是宝 山茶果炸完油 剩下的碎渣 把它晒干后保存起来 就是人们用来洗头的茶敷了 茶敷中含有大量的天然茶油 对头发有非常好的养护作用 那这样像它煮出来的水 那洗一次头发像这个姐姐这么长的话得用多少 大概就这么两捧这样子吧 这些 头发长的要两捧这样子 早在没有化学洗发水的古代 人们就已经使用茶敷熬水洗头 可以说茶敷是我国最早 也是最传统的洗发护发用品了 用纱布将一定分量的茶敷包起来 然后放进锅里煮 几分钟过去水已经慢慢变成黄色 茶敷里的营养物质全都融入到了水里 这黄黄的略显浑浊的水 就是壮足长发美女保养头发的秘密武器了 长期使用不仅能使头发乌黑柔顺 年老也不易长白发 目前村子里大多数人仍沿用着这种上千年流传下来的洗头方法 茶敷除了含有养发护发的营养物之外 还含有大量的去污能力极强的茶造素 具有止氧 止蟹 去油 杀菌的功效 所以用茶敷洗头 养护头发的同时 还可以洗得很干净 品尝到了大个儿的粽子 学到了养发护发的秘方 在波新村 我们编导这次收获算是颇丰 不过还是不能耽误时间 继续出发 因为据说凤山县的另一个壮足村寨更加特别 阿里说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三月三这样的节日应该准备些韭菜庆祝 可为爱民却要到山上挖野菜 据说这野草是和壮足三月三必须要做的一个美食相关 这就是五色糯米饭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或清明节 壮家人都要制作五色糯米饭 把它看作吉祥如意 五谷丰登的象征 五色糯米饭 顾名思义是米饭要呈现出五种颜色 而这五种颜色的米饭制作方法有些神奇 近些年人们一直在追求既健康又美观的食物制作方法 而壮足早在古代开始就已经利用植物 而不用任何染色剂来制作色彩各异的美食了 到底它们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些植物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呢 这个草是什么草呀 紫色草 紫色草在我们这边叫 是啊 那它就能染出紫颜色的来吗 对啊 是啊 这个紫颜色的 哦 那一般我们想染一次糯米饭得用多少草呀 这个啊 一般就是 一般不用很多的 就是一把二种都可以得四五斤了 四五斤米了 哦 一把就能染到四五斤米了 四五斤米的 哦 这个草是野生的吗 是野生的 但是我们平常现在呢 就是为了方便在家里面用 我们就从山上把它移栽到家旁边来放 就是方便平常使用 那咱们这边人数家里都有养啊 一般都有 一般每家都重一点 经常用我们这里一般三月三都必须要做的 三月三必须要做还有平常有喜事的时候也做 所以用到这种草 比如说小孩小孩过山早的时候 我们这里过山早都要做 除了草 树的荆 叶 以及树上的花都是壮族同胞用来染色的材料 枫树一种长在山上的高大植物 也是染色的绝佳材料 除了枫叶还有一种花黄树 它的花也可以作为染色的材料 由于时节不对 不是这个树开花的季节 壮族人通常是把去年摘下的花来留作今年使用 就在维爱民采摘植物的山上 我们碰见了带着粮食上山的老罗 只见老罗几声吆喝 瞬间山上窜下来数十只猴子 争先恐后的来找吃的 原来巴拉屯背靠的这座山是远近闻名的猴山 这也就是这个壮族村寨的独特之处 由于巴拉侯山植物种类繁多 生态资源丰富 一直以来十分受猴子的青睐 是猴子生息繁衍的理想乐园 堪称得天独厚的花果山 而且山上的猴子不怕人 与人相处得如同朋友一般 不过端午也要包粽子 形状却似枕头 天然绿色植物 在它们手中能变成无彩染料 美女们各个头发乌黑柔顺 仰发护发 它们有什么秘方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野生小猴不但不怕人 还会救人 欢迎收看本期乡土 凤山撞乡三月三 不过端午也要包粽子 形状却似枕头 天然绿色植物 在它们手中能变成无彩染料 美女们各个头发乌黑柔顺 仰发护发 它们有什么秘方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野生小猴不但不怕人 还会救人 欢迎收看本期乡土 凤山撞乡三月三 每年的话到孙学的时候 都给好事 准备比较好事的 事少一点 慰问一点苹果 茄莉 上修都有 所以他们过孙学 比人过很好 人还没过小康 猴子先过小康了 还真如老罗说的一样 现在巴拉猴山的猴子 早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十四年前 一次老罗在山中闲逛 看到了一群野猴 这群猴子中 有一只大概三个月大的小猴子 格外的与众不同 她是个孤儿 她的母亲原来是在上面那个群 后来过一段时间 估计这个母亲是 那个的失奔了 她去到地方去了 猴子也能失奔 要要要失奔的 原来一个猴群中 有一只猴王 若干之母猴 如果母猴离开这个猴群 去投奔别的猴王了 老罗就叫她私奔 小猴子的母亲离开了她 小猴子变得孤苦伶仃 老罗每次来给他们喂吃的的时候 一般的野猴见到人都会跑开 而这只小猴 总是待在老罗的身边 于是老罗就把她带回家收养 因为这只小猴 特别调皮捣蛋 老罗给她起了个名字 称她为蛋 令老罗没想到的是 这只调皮的小猴 在两岁多的时候 竟然救了老罗一命 那时候我上山的时候 我脚扭伤了 她跟我上山 后来我手不动了 我在那里都已经打过车 手不动了这样 到这个猴群里面 来喊死养人 到那里就赶我把我背回来 但跑下山后 找到了和老罗养猴子的 另一位饲养员 咬住饲养员的裤脚 往山上领 一直把饲养员 领到了老罗受伤的地方 就这样 聪明的蛋救了老罗一命 从此老罗对蛋的感情中 又增添了一份感激之情 后来随着蛋慢慢长大 到了要繁育下一代的年龄 老罗不得不狠心 把蛋送回了猴群 过于人生化不好 后来我们都把它 有意把它放到 跟大军聚里面去 但现在都是六个小孩的母亲 随着日积月累 猴子和人建立起信任的同时 也在慢慢增进着感情 村里人也认识到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这波三月三 老罗和一些村民 给山上的猴子 带来了许多吃的 大概用了两个小时 维爱民收集起了染色的材料下了山 每种植物让它呈现出 颜色的方法都不同 维爱民回到家 便开始吹打枫叶 只有枫叶需要提前一天 来捣碎浸泡 枫叶是用来做黑色糯米饭的 捣得越精细 煮出来的黑米饭就越清香 捣碎后要上锅煮到五六十度 煮的时候一定要用铁锅 这样染出的颜色才会更黑 红色染料 紫色染料 则是用同一种植物 红兰草制作而成 因为叶子的长短和颜色深浅不同 煮出来呈现出红色和紫色 两种不同的颜色 黄色染料是用黄花着色的 同样是把黄花用水煮出颜色 几种植物就这么通过不同的程序 制作出了不同颜色的染料 在用染料浸泡大米的过程中 维艾民请来了街坊四邻 大家伙一起忙活杀猪 一来因为这样的日子 壮族一定要杀头猪庆祝 二来还要用新鲜的猪血 来做壮族一种特色小吃 做活血要用到的原料 有猪肉猪肝猪肺猪血等 材料越新鲜越好 这是因为这个血是红色的 一年都是红红红红 交个平安嘛 用染料汁液浸泡大约六个小时左右 糯米的颜色都已经十分明显 这时便可以上锅蒸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野生小猴不但不怕人 还会救人 欢迎收看本期香土 凤山撞香三月三 这个一般我们就先放水 放锅头里面 给蒸汁上来 以后我们就放第一层米 放第一层米以后呢 这第一个颜色的米 然后呢就给它蒸汁又上来 又再放第二层 第二层放完了以后呢 又有蒸汁上来 再放第三层 一共一般我们做五色饭 要五个颜色 要五层 它就像蛋糕一层一层的 一般最后一层我们喜欢都放白颜色 粉蒸肉啊 这上面就容易看一点 容易看肉在哪个地方 这个肉熟没熟 这一般是白色放上面 在壮族香喷喷的花糯饭和粉蒸肉是不可分割的 把糯米粉炒出香味 与挑选好的带皮猪肉搅拌均匀 然后放到最上层的糯米上 在蒸的过程中 粉蒸肉的汤汁随着蒸汽慢慢进入到米饭里 这样做出的花糯饭 同时具备了植物染料和肉的香味 所有美食都准备好了 壮家人一定要先祭拜自己的祖先 以祈求保佑和表示对美好生活的感谢 祭拜完祖先 大家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享用美食了 五色的花糯饭如同蛋糕一样 不仅外观十分漂亮 吃法也很特别 我们把它捏成一端 捏成一端了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粉蒸肉 这种粉蒸肉一起放下去 粉蒸肉都放在上面 然后再要一点再盖上去 这样捏得紧一点 就是要用这个米饭把粉蒸肉包起来 包起来 这样捏得紧一点 就是比较把肉和糯米饭切足的面 紧瘦一点 吃起来的香一点 比较有味道 壮族的三月三与其他所有民族的节日一样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亲朋相聚 举杯共度这美好的时光 而壮族的三月三与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地方是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必须要吃五彩的米饭 象征着壮家人未来的生活 五彩斑斓 充满希望 欢快的舞蹈 跳跃的篝火 三月三这一天在热闹的气氛中马上就要结束了 但壮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与憧憬不会结束 将永远延续下去 随着社会的进步 壮族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村子里大多数的孩子都到外地去求学了 也有人到外地去打工 许多人过节都不能够赶回来 但是壮族人认为该做的美食 该举行的仪式一样都不能少 因为这是几百年来老祖宗留下来的不变的习俗 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因为如此 我国的民族文化才能够如此的丰富多彩 博大精深 好了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买块石头一刀下去 是穷是富 妖身矿洞里有什么宝藏 巨型玉体到底有多重 压箱里的宝贝谁家的最好 东北三大怪 你看怪不怪 花高价买自己的作品 玉雕后生为啥这么傻 大师的天价作品究竟好在哪 想要知道秀妍人和他们的玉石故事 下期敬请收看乡土 玉都寻宝 这一段时间不过是 我已经没了